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本来要去狱井买水果 路过的时候来这边晃一下 这边是兰科植物园 但今天天气不是这么好 因为这几天美与封面 有时候就是天空会这样子雾雾的 或者是充满的水气 兰科植物园 其实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旁边这个黄后兰 很大颗的黄后兰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头 这个是它的展示区,难得有开 那上次来是没有开的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颗逸纯兰 非常非常辣的颗 你可以看它那个红红的 中间红红的那些都是它的花 而且开的非常非常多 那这种逸纯兰呢 这个大小已经好几千颗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逸纯兰你看那个开的满满满的 可惜就是它那个花没有在外面 那这个是黄后兰 巨兰鼠的东西 那上面写说上次开花是三年前以前的事情 那不是每年开花的 那非常大颗的一种兰花 那这里头好几颗 好几颗 你看这边又有一颗逸春兰 它这种大型的逸春兰 真的蛮多的 这种逸春兰呢 就是会很香 你看刚才那颗比这颗大非常的多 你看红色红色那个一个一个一个红色那个 那个都是它的花 好我们来看一下里头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呢是万岁兰 万岁兰那一类的 很大颗 也是大型的兰花之一 它来花梗了 万岁兰要足够大才会开花 市面上有卖万岁兰的小苗 那那些小苗回去不太会开 因为太小了 基本上万岁兰要到一定程度以上 它才会开 属于一种大型的兰种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买那个小苗回去种的时候 要种很久 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 就是万代兰 万代兰对一下胶 这个是一种印尼的万代兰 我们称为Try color 三色万代 所以如果你在市场上有看到这一类型 因为我有种 所以我也知道 以前我也很喜欢这种兰花 三色万代Try color 那它是印尼的原种的一种兰花 有很多特殊的颜色 好 这个呢 是另外一颗 它的这个花形真的是蛮野的 我觉得还蛮喜欢 三色万代除了这种基本款之外 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变异色的颜色 那基本上它是万代兰 算好重的品种之一 黏在我顶楼的阳头阳台都会活 所以就表示是好重的品种 那当然万代很喜欢强光啦 所以你看它放在这个上面有一个遮网的一个强光的环境 其实长得还不错 下面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材质 对不对 就掉在半空中 那当然啦 这个你看它 它的托 那个下面都没有叶子 对不对 就是表示它冬天的时候 那个风太强了 造成它那个太冷 所以呢 就是它就掉叶子 好 这个是 这是一种原生种的兰花 开花这一棵 有人叫鸟仔兰 或叫竹叶兰 或叫微草兰 都有 这三种名字都很叫 它如果是台湾的 这个如果是台湾的品种的话 就是台湾原生种 台湾的品外面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有人估计族群可能不到百科 那基本上呢 它虽然在人工环境很容易种植 但是在野外的环境 很容易受到农药之类的影响 好 这么大颗的惠兰 对不对 这个是产在东南亚的 我们叫硬梗兰那一类的惠兰 虽然是惠兰那一属 你看非常非常大一颗 它里面呢 充满了里头 仔细看它有花絮 现在它有开花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是我们之前 有介绍过的硬梗兰 你看它开起来花就长这样子 就是上次 我在花市买的那一颗 一模一样 这个 这种型的兰花很耐赛 非常非常耐赛 它是一个 很大型的兰种 所以 如果有机会来这个兰科植物园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这些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一些 大型的花 但是它里头没有什么牌子 所以 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这是什么兰 你看起来会比较有趣 像 像这个是香蕉 看得出来就是香蕉兰 香蕉兰是属于 南美洲的兰花的品种之一 那香蕉兰是最近是开花季 进入它的开花季 那有分成大香蕉 小香蕉 这个是大型的香蕉 听说 香蕉兰在原产地 是蛮容易吸引蚂蚁的 就是跟它的生态环境有关系 蚂蚁会竹槽在它的那个结晶里面 还是它的植株附近 我不知道 因为之前有看过一个类似的报道 有这样讲 后面那个黄色是大东山石湖 那这边有很多这个 这个就是刚才也看到那个 硬梗兰的那一个 就惠兰 你可以说它是惠兰 东南亚的惠兰 那它的那个梗是硬的 跟我们在看到台湾或是东 普通我们在看的那些惠兰 样子不太一样 我们的普通看惠兰是往上 往上长的 所以这两种的形态不太一样 那里头呢 还有一些小豆兰 不过这些豆兰目前 都没有看到开花 所以这豆兰不开花 你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 因为都长得差不多 长得差不多 所以看起来都长一样 对不对 好 我们到了原子里面 这个是里面贩卖部里面的原子 这里头呢 有什么呢 像这个灯笼 灯笼 我来的时候灯笼有开 你可以看它上面那个 上面其实变得比较矮一些些 因为它上面的那个遮阳布拉起来 因为现在的太阳比较强了 这种灯笼石虎呢 花期不是非常的长 最多就是一两个礼拜就会消失了 所以跟品种有关 这个是 这个是一种我们之前 没有介绍过的蓝种 印纯蓝 它的为什么叫印纯蓝 这么奇怪的名字 就跟它学名有关 它学名的那个名字 是两个字所组成的 一个是坚硬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纯 那其实它就是傍叶的感觉 然后花往上长 非常的有趣的一种兰花 那属于原生种的品种之一 那但是在市面上偶尔可见 不是那么常见 而原产地在中国到泰国之间 800公尺到1000公尺左右的山区 那反正非常特别 这个也是黄后蓝 之前在花市有看过 黑色的花的黄后蓝 对不对 那这一类类型的黄后蓝 其实是非常的大 那其实黄后蓝只是一个简称 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进来看到那个超级大颗 它也叫黄后蓝 那这个东西它也叫黄后蓝 因为中文名字就是随人取的 那就是这个状况就是变成 奇怪怎么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 但是名字是一样的 那这也是黄后蓝 刚才那个也是黄后蓝 只是这个是黑色的花 那非常非常大颗 黄后蓝有个特点 都是属于大型的品种 所以如果想要中黄后蓝的话 可能要准备一些空间给它 因为它就是大型的品种 然后看起来 我觉得开起来非常漂亮 但有些人不喜欢大型的花 它觉得占位置 所以你会觉得说 像我就很喜欢大型的花 所以很喜欢收一些 比较大型的蓝花 这些我觉得蛮好看的 那这些有一些交配的 加德利亚蓝 像这个是卡罗利亚的其中一种 但是它是应该是交配品种 所以就是充满奇妙的颜色 奇妙的颜色 好这里呢 还有一些蝴蝶兰 还有一些像这个初意的蝴蝶兰 最近都在开花 那比较有趣像 这个是蜘蛛蚊蚊 蜘蛛蚊蚊 属于交配型的品种 那当然 这一类型的蚊蚊蚊 是慢慢的 你会进入到夏天的时候 你在花式也会看到 基本上到了五六月以后 花开始会减少 剩下夏天的兰花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颗 这颗其实是EQ Intermedia 中阶蝴蝶兰 之前其实我有在蓝展买过一颗 也是橘黄色的个体 那这一颗是橘色 偏橘色的个体 不过这一颗 我觉得它的这一颗 就还蛮值得的 你看它一颗杯三颗小苗 一颗杯三颗小苗 还蛮有趣的 就是加起来有四颗 那价格就是 价格就可以接受了 其实那个杯小苗 还蛮有趣的 就是它上面会长高牙 然后因为Intermedia 它有那个EQ的血统 所以还蛮容易长高牙的 好这个是阿婆 但是不知道产地 上面也写阿婆 不过大部分我们直接讲阿婆 大部分都是菲律宾产的个体 菲律宾跟台湾的产地 都是叫阿婆 那基本标准型的阿婆就长这样子 我大部分你只要看到阿婆这个名字 如果它没有特别标台湾产的话 大部分我们都会教 我们都认为它是菲律宾产的 比较多一些些啦 那台湾阿婆是大五的就还蛮 蛮好看的 就是看得出来 那这一类型的看起来就比较像 菲律宾产的个体 那当然现在阿婆正式盛开的时候 快到季尾了 因为天气开始热了 大部分阿婆开花季 大概是在前一阵子到现在左右 接下来应该就会凋谢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是前一阵子 有一阵子还蛮热闹的系列 例如是紫色的颜色 它看起来很像朵利兰那一类型的交配品种 花梗是朝上的 其实这一类型的就是商业型的品种 花很多很漂亮 然后在花式还蛮常见的 那充满了紫色的颜色 我觉得是蛮好看的一种兰花 那它的花梗是朝上的 仔细看花梗是朝上的 所以其实比较多的是朵利兰的血统 朵利兰的花是朝上的 胡迪兰的花是会垂下来的 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充满朵利兰的概念 那这一类型的通常就称为 紫什么什么什么 像我比较最熟悉的是指示部 那个品种 这个好像不是指示部那个品种 那它是另外一个品种名 或是另外一个交配品种的名称 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它这边的天宫 其实它这边也中了一些天宫 慢慢的也全开 而且这边开的比较奇一些 之前我们去看另外一边 它已经慢慢有点凋谢了 好有空的话你可以来这里走走看 如果它的那个收藏品有开的话 你可以走进去看看 那边真的是可以看到一些 蛮特别的兰花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但是可惜的是它的那个标识 不是非常的清楚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感谢你收看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